哈喽 我刚刚彩排完 然后现在回到酒店的房间准备洗漱一下 然后看看排本就睡觉 然后从来没有录过这个叫什么爱用物的分享 今天就录一下 就是给你们看看我一般会带的东西会有什么 然后先看看就是涂涂脸的部分 我会带就是把卸妆膏然后装在这个小盒里 这是那个EVEN的那个卸妆膏 装在小盒里做个爱 然后会用一个平常会用喷雾 然后一个美白的精华 眼霜 这眼霜挺好的 然后还是一个美白的精华 还是这个 这个牌子 然后你要用的就是防晒霜 这个是我在瑞士买的 我觉得那个地方的光罩比较强 所以他们那边的防晒的产品应该会比较好用 所以我就用的是这个 然后眼膜我想推荐一个 这个牌子的这个眼膜 它后边是这样的分装的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因为我就眼睛会有细纹 笑起来的时候会有细纹 但是贴这个我觉得是在众多眼膜里 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还还算好用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脸比较干 所以我就会滴这个玫瑰精油在我的面霜里面 然后活在脸上一起涂 然后这些就是分装的小的瓶装锁 还有洗面呢 这个洗面呢也很好用 我觉得就是起泡很多 然后洗完也不干 清洁能力也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还挺喜欢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会带一些分装的小面霜 像这个的面霜也不错 还有一个刮痧板 我不敢做这个 因为我从来没用过 先麻烦 然后这个应该是个眼霜 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有比它更好用的眼霜 所以我就把它来涂脖子 就是也是去皱 然后脖子上的那个颈纹可能就会少一点 因为它这个是去皱抗皱的眼霜 所以我就用在眼妆上 然后好像就没有什么了 就是这样 希望你们都能做个好 晚安 晚安 晚安